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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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点点都没有 你回答我 你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 你对我一点爱都没有吗 你说话呀 只要你回来了我就高兴了 我就当你是为了我回来的 只要我们跟你在一起 只要有时间都不想去想 李宗盛 我打电话与李宗盛 只是想跟你道别 说就真心 我就知道你会选择寒山 我就知道你做我肯定会选择寒山的 我肯定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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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positivo 如果确实有没有 我肯定会选择 那你妈和樊山还不知道你还活着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还有机会是吗 我觉得还有机会就还能和你在一起 不管这个房间有一个车有车 看到前面有车有车 他不会告诉我爸的 因为他要走一辈子 有一辈子 还是天生 而且就要和独坠定步 你就是在这儿死的吗 高与辈已经死了 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再过过了 我昨天啊确实挺困的 今儿一大早去娟那房间一看啊 他就没人影了 娟 娟子回来了 唐 唐 娟子回来了 爸 爸 你看谁回来了 天平 回来了 回来正好 你一会儿吃饭吧 去坐 爸 天平啊 在北京找了几个搞计算机的朋友 研究开发咱们厂自绣软件的事情 随修耽误了一些时间 天平 吃东西 咱们呀 你先吃西里 极端的干部 你吃什么 来 桃儿 您也太惯着娟儿了 你 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心里边就一个陈天平 您说黎祖小伙子哪点不好啊 你怎么就单看着他了 走 现在别站着 去那边站着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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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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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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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白天你说梦话呢 你哥在哪儿呢 八成又被公司给炒鱿鱼了吧 这卖房子卖糊涂了你看 下班了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哎 几啊 这是六 我成六准了 来 这一鸣都会对你有那意思吗 你说什么呢 是金饼的卖房子卖累了 这 这卖累了也不能卖成这样啊 是 白贼 那远早日以后再没有什么信啊 没有啊 她说没说 伊飞还留什么花了 没有 妈 赶紧吃饭吧 一飞的魂是舍不得走啊 她知道 她妈天天想她 就给我烧了个镯子 给我留个念想 什么魂 她能托杜鹃给你妈北京烧镯子 就证明她还活着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杜鹃跟你说什么 你说呀 什么意思 那姑娘说什么了 不是 杜鹃能跟我说什么 我就不认识她 要是我也是跟我嫂子说的 海珊 说什么了 妈 你别着急 一鸣 你别吓唬妈 没事 没事 你也跟我说清楚 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反正我哥不是死的就是活着 什么滚活的 一鸣 怎么了她 这孩子怎么神经了 你别往心里去 妈妈到了 你别往心里去 妈妈到了 你到底是想让她死了还是活着呀 我希望她永远别活过来 我希望她永远别活过来 你真那么想啊 她毕竟是我哥呀 她就是在王八蛋 她也是我哥呀 她在海南吃了那么多苦 给人家洗车 当搬运工 饿了在草地上扒草吃 她真是好不容易才活过来的 她是想死就死想活就活 可我哥跟你嫂子怎么办呢 我哥也挺不容易的 从来没跟我妈闹翻过 就为了你嫂子 都自己搬出去住了 我哥要再知道了 你哥还活着 那还不得痛苦死 你妈可不就高兴了 你快别说我妈了 你妈还不是一样的高兴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嫂子 她为了我们家什么苦就吃了 现在好不容易稍微安定一点 出这样的事情 我真担心她吃不下 可是要不把我哥 我哥活着的消息 告诉我嫂子的话 万一你哥把我嫂子娶了 我哥活着她怎么办啊 你哥那自作自受 最有应得 我我哥还活着你哥就抢我嫂子 那你哥算什么呀你哥 是你哥死了 我哥才跟你嫂子谈恋爱的 搞清楚没有啊 我哥还活着呢 那你为什么也来消互啊 因为 什么 请我吃个冰淇淋吗 我开什么玩笑啊 我都没心思工作 我又没工资 我哪有钱请你吃冰淇淋啊 我为了你跟你哥 连航班都误了 我为了你跟你哥 连航班都误了 恨恨大家的机智 这种东西 你说你把这么大的秘密 告诉我干嘛呀 我这天天天上地下的飞 心里还穿那么大的炸弹 我更担心哪天炸弹不爆 我自己爆了 你希望你嫂子跟你哥呢 还是跟我哥 他本来就是我嫂子 当然跟我哥了 是你哥死了 我哥才跟你嫂子好的 那 那 那你希望你哥是娶我嫂子 还是不娶我嫂子呢 我也不知道 太乱了 想也想不清楚 那就不要想 那我们该不该把这个秘密 告诉他们呀 我们没这资格 那谁能够决定 时间 初唱 妈 您怎么知道是我呀 你从小走道就后脚跟啪啦啪啦的 当妈的我还听不出来 怎么了 溜着墙脚啊 什么秘密瞒着我 妈 我能有什么秘密呀 您连我脚铐杆的声音都听得出来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呢 舒畅 自打你当上空姐 我一想你在天上飞 我这心里头我就悬的呀 妈 妈 您说什么呢 赶紧跟他们说 掉的地勤来得了 妈 您怎么老盯着我呢 其实 怎么了 你别问我啊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办 不是我吗 我真的觉得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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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我好难过我心里装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可是我又不能说出来我都快要疯了那你就说 哎 看什么气啊赶紧睡吧 跟您娶女人都这样怎么了没研究过啊 没研究过要不给你倒点水去不用了董事长 当初要不是你坚持路用寒山哪会有今天这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要不是你背地支持你儿子他敢顶着我吗 哎呀我是得研究研究更年气女人了 嗯 原野 原野 别这样行吗 要不你问我得了 我求求你问我点什么好不好 你说话呀 原野 哎呀 妈 你快去看看原野吧 原野怎么了 他一晚上眼神疤疾雀在那走来走去话也不说 你你你快快快干干干干干 走 走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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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以后寒山进门了 您会不会忘了我 怎么三更半夜的想起这事来了 只要阿姨在 就不会让她进门 你身体这么弱 你得注意身体 阿姨 我妈有没有跟您说 她生我出来就是让我受苦的 为什么所有的幸福都跟我没有关系啊 谁说的 你从小就是个乖巧伶俐漂亮的女孩子 大家都喜欢你 幸福的日子就在前头呢 你得耐心等待啊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可是书欣 她离我越来越远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回来啊 袁野呀 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 男人都是爱冲动的小动物 尤其是刚开始接触女人 她们都容易失去方向 而女人呢 你就得耐心等待 等待她们辨别的方向 她们辨别的方向 就想熟悉 她早晚也会明白她 谁是她最伴配的女人 阿姨 你能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好 哥 总算找到你了 正早 不睡懒觉了 什么懒觉啊 什么事啊 袁野疯了 一打清脑的你没睡醒啊 静胡说 我胡说什么呀 我担心再这样下去啊 袁野真的疯了 今天她吵架了我 我要跟她吵架 疯的肯定是我 可现在是她快疯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她一晚上不睡觉不说话的 两眼八直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 我真担心她心里有问题 哥 袁野可是真的爱你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 到这种程度 挺可怜的 你就一点不心疼 这事啊 你不懂 我有什么不懂 不就是男人女人那点事吗 哥 要是寒山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那你怎么办 就算是没有寒山 我也不能跟袁野在一起 哥 妈 怎么样 搬出来这么久呢 好多事情你也想得明白了吧 干净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就跟寒山结婚 我要不同意呢 那我就跟寒山搬出来住 这才让您难受 你可以不跟袁野 但是也绝不能跟寒山 除非 你不是我儿子 妈 我是不是您儿子 是血缘关系决定的 不是您决定的 不是您说是了就是了 您说不是就不是 再说 感情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得自己做主 那就等你妈死了 你再谈感情的事 哥 你还要去追妈 妈真的生气了 妈 妈 别叫我妈 在你跟你哥洗里 还有我这个妈 妈 没有 要点回答现在又回答了 没有说你不能发信 那月朋友 好 叔总 我听说得也听我把谈刀是人为破坏的 跟韩设计师设计没有关系的 你听谁说的 我这么随便问 公司要不要考虑把韩设计师给敲开 先工作吧 首先 要么这件恢复的怎么样 都挺处理的 如果能够及时的恢复 我们还能赶上弄灰集团的最后演出 不过 这事故的原因 我们要向弄灰集团做出几个事 你说 是故意破坏的 还是不能走出 工作舒服 工人没有将天花板上的锚钉全部拧起 导致天花板叹疼 工人已经被开除了 公司保证 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如果一旦发生 所有的责任 还有经济损失 由东盛来说 好 欢迎遊 现在出话在方面吗 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的 晚上六点钟 苏州小夏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飞起来了 可欣哥 待会儿一定来了 我把我跑 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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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没事吧 快起来 他没事 元宜 你怎么要骗我呀 叫你骗我 你来追我呀 你来追我 你来追我呀 美妍 我只想你亲自告诉我 将文件坍塌跟你有没有关系 书欣 你是个混蛋 交换 轻软 轻太子 轻软 轻软 轻轻 轻轻 我看你这固执的也都差不多 差不多 要满间怎么样了 回处的 也差不多 弄灰马上就要进行第二次的验收了 不过他们要求我们东盛 出具一份上次事故原因的报告 那你打算怎么写 工人操作失误造成的 没有将天花板上的锚钉全部拧紧 所以导致样板剑坍塌 工人已经被开除了 你知道不是任意这个 如果样板剑的坍塌 是袁野造成的 你怎么办 袁野不会这么干 为什么不会 他都可以把仓库砸了 为什么就不会破坏洋板剑呢 人也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对 因为仓库是我的 杨板剑是公司的 是你的 他怎么舍得呢 那你应该报告重新写 应该跟报纸上写的一样 原因是因为设计师设计失误 原因是因为设计师设计失误 设计师已经引咎辞职了 这件事情就算是袁野干的 我也不能承认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我希望你能理解 不是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剪着 它这挺鲜的 来 你在这开一会吧 我过去看看一个山 他一个人折腾仓库也不放心啊 没准这些人用的 你看着啊 韩山 韩山呢 他王姐在这 哟大妈 您怎么来了 这大老远的 这些不客板的都干什么呀 都在市场捡的 看能不能用这 韩山呢 韩山说跟舒欣去看桌椅板凳什么的 买点桌子椅子放在这 老人们喝喝茶下下棋什么的 没用啊 跟舒欣一块去的 又是桌子又是椅子的 那韩山一个人搬的洞啊 舒欣这几天天天过来 俩人热乎上了 凉锅贴饼子没用 大妈 看来你对舒欣还有意见啊 咱先把舒欣放一边 先不说她 就说她那个妈赵女士 那口梁国我就热乎不起来 她王姐啊 可不是我说你啊 韩山毕竟比你小几岁 她要是有个分不清好坏的时候 那有情可原 可你不一样啊 你是过来人哪 你又天天和她在一块儿 你说你怎么就不替她爸爸管呢 婚姻这是人生的一个大事 万一这一步卖错了调悬崖里 你看着好啊 大妈 那不管怎么着 她还管你叫一声姐 她又没个亲姐 她要有个亲姐亲妈的 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 往舒家那火坑里跳 这怎么能是火坑呢 那舒家 是多少女孩向往那幸福窝子 对别人来说啊 是幸福窝子 对韩山来说那就是火坑 舒家条件越好咱越不能去 为什么呀 就她那个妈 那赵女士 那视力眼 还不把韩山给压死啊 你别看她现在对韩山好 对她热乎着呢 那要是一旦发生矛盾 打起家庭大战来 她能把她休了 你信不信 她能休了她妈妈 那不能 对呀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你说怎么办 不让她俩好 这韩山孤儿寡母的 总这样也不是事啊 我又该说你了王姐 你说你整天在外边 长长啰啰的 给这个介绍对象 给那个介绍对象 你怎么就不能 给韩山学摩一个呀 这不没合适的嘛 没合适的 哎 有办法了 哎 你知道 那百花公园吧 怎么着问 那什么男的都有 哎 现在 哪行什么没人介绍啊 人家都是自己找 自己谈恋爱了 这什么年头了 对吧 你呀 到门口 花两块钱 打个蹦滴子 就过去了 哎 哎 这倒是个办法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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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大气了 这不行太累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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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干嘛呢 别管 啥也别管 睡觉 不是 你这么个吵吵吧 我怎么睡觉啊 睡不了她 看你干嘛呢 什么呀 这都谁呀 哪弄了这么多照片 我在公园里 找她 给你嫂子介绍对象 你今天没去上公 没去 你跟我嫂子想进去了 啊 公园里多大事 我跟你说一遍 那天哪 丑后你也去看看 你看有没有你合适的 今天妈哭不上你了 先请你嫂子来 你看妈拿的都是男的 有空啊 妈才去拿女的 我嫂子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 知道她还能让我去 那书亲怎么办呢 书亲她活该 我想越看她越别扭 长得越来越想到你死妈 你嫂子是当事者迷 咱们才是旁观者情 咱俩家根本不合适 不能做亲戚 一鸣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你看这个我看 不是 你是非得想把我嫂子给嫁出去 是不是 那不嫁出去怎么办 你将来去西班 我和你爸一走 谁照顾你嫂子 你看这俩我可惜 妈 要 要是我哥还活着呢 看 这俩 你起来干嘛 这才几点 你睡吧 有照片拿来让我看看 什么照片 哪有照片 枕头底那些照片 拿让我看看 枕头底哪有照片 哎呀 我帮你蹭蹭 看这俩 看这俩 你干嘛 你干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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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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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吵了我哥还活着呢 你别吵了 八夜三跟你胡说八道 你 你 一鸣啊 这话可不能乱讲呢 你说你们白三跟你说叫你们超上什么 我胡说八道行了吧 行了吧 行了吧 老二想了哥呢 老二想了哥呢 这臭小子你说平时看着他吧 稀了马了 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呢 他哥对他好得忘不了 我跟你说啊 韩山的事啊 让他自己做出以后你 别瞎操这个心了啊 你干嘛好不容易吧 那你放在一起 不容易吧 不容易吧 我怕我还给你 老二想看 你好不容易吧 她们达成锦